继续走话行脚 很多事该说的多说了 显然罗志强碰到软钉子 也没有必要针对 真招张善政这件事情 再讲什么程序正义 如果看起来张善政的院长 似乎不是这样的想法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也不用再用第二册 第三册去为难张院长 说的话 我说过了言辙以尽 所以我想很多的话 就不用再重复 自己未来的下一步路 我再沉淀一下 罗志强风口他的下一步 难道是要脱党参选吗 国民党桃源之乱 已经成了僵局 我要选自党 这不是耿德纪 这不是耿德纪 我不要不分级立委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什么都不要 有桃源市议员看不下去 用经典广告讽刺罗志强 得不到想要的就翻滚耍赖 张善政被罗志强 打为党中央的共犯 不过自己也逼出地方的反罗生量 我就是做我的事 一旦答应了征召 就是努力向前 想有说 就是等你们这边回应之后 他才会决定要不要退党 那会不会担心说 他退党出来参选桃源市 我想就 我祝福他就是了 其实张善政还得面对 换阵的声浪炒作 各方拿出数字 但要打民调阵 中文统长赵绍康 曝光张善政的支持度 领先律营所有人选 不同民调 各吹各的调 国民党的民调 民进党会参议 蔡英文的支持率 不到韩国瑜的三分之一 各位这就是民调 民党他现在已经 知道怎么去玩弄国民党 只要你用全民调 我就玩死你 张善政来讲 也非常不公平 风头上被大家所攻击 但是其实也是非战之罪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这一局 当然要好好的去弥补 那这个就是朱立伦 还有党中央的责任 只不过民调数字 能否替罗志强善后僵局 就得看朱立伦回台之后 如何布局 罗志强跟党中央关系决裂 成为桃源整合的变数 朱立伦除了面对三侧 还得自由对策 借郭向阳 李家瑜 桃源报道 你买雾化器会送你水神 那么家里面 八坪以上的 五到六坪的 或是小坪数 都有不同的选择 它的雾化时间 大概从四个小时 到八个小时不等 怎么买 快点购 QR Code扫一下 记得哦 帮我输入CTI285 这是我们辣碗报的团队代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